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078集 喜宴 忠诚眷暑 几个凶僧往楼上走 也没留意楼下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堂里 瞬间就鸭犬无声 二楼上小四子啃着串烤肉 望向楼梯口的方向 他刚才好像听到有人说 要往井水里下毒 如果连小四子都听到了 那在座其他人自然不可能听不到 赵虎拖着只酒杯点点头 这年头真有这种事啊 哪种事 叫什么来着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头 包大人点头啊点头 太师瞧了瞧在座 那意思啊 谁来 展昭就拿着串烤鸡翅膀 站了起来 众人都转眼看 就见展昭走到楼梯口 那几个大和尚刚刚转了个弯上来 展昭飞起一脚 踹中走在最前面那个大和尚的面门 这和尚原本就肥得跟个球似的 再加上谁挨得住展昭对准面门飞来的一脚啊 展护卫踩脸那可是有技巧有讲究的 于是那和尚往后一仰就摔了下去 身背后四个也没提防 被他一撞集体后仰 伙计正端着烤肉走到一楼楼梯口 就见五个和尚滚球似的滚下来了 他娘的谁啊 那大和尚刚刚站起来准备骂街打人 就感觉被人提住了后脖领子 他都没闹明白怎么回事一屁股坐地上了 抬头一看 就见一个脸色清须须的老头站在他身旁 这时旁边一个矮蹲蹲的老太太过来问 那个慈眉善目哦 而且牙都掉光了 撇着嘴看起来特可爱 几个和尚这时才注意到 楼下坐满的并非是普通食客 那个青面孔的好像是青龙王柳不颠 左边这位老太太 他们正想着这老太是谁 就见老太身后又探出了两个脑袋 跟前边那个梅牙老太长得一模一样 感情是三胞胎 而且三个都梅牙脸圆圆 跟三个人偶似的 五个和尚倒抽了口冷气 三头鬼欲 会吗 几个和尚转身连滚带爬就往外跑 但是还没跑到门口 就见烤肉馆的大门一关 一个小姑娘挡住了门 五人一抬头 就见那小姑娘穿一身黑 长得那叫个水灵 看起来也就十六七岁 一头黑发到脚跟那么长 脸那个白啊 一笑眼睛都没了 嘴巴却很大 跟个鬼面似的 古人张大了嘴 妖娄婆 二楼上 众人就听到楼下叮叮光光 啥是热闹 展昭一手拿着个鸡翅膀 胳膊靠着二楼楼梯口的栏杆 看得直摇头 欧阳捏着个酒杯 凑过提醒楼下老头老太 各位老神仙 别弄死了 成亲死人不吉利 弄个半死丢去衙门 听到欧阳的话 群魔倒是停手了 伙计战战兢兢跑来 把门打开 准备去报关 那五个和尚赶行 刚才装死 窜起来就跑 众人就见五个鼻青脸肿的和尚 拿着蝉杖连滚带爬 冲向远处的火锅馆 有些不解 这是饿了 窗户边 邹梁瞄了一眼 他们好像是往涮锅馆跑的 众人望天 默默在心里给他们点了根辣 九娘那六个金兰 还有黑水婆婆 以及另外一百个魔头 等着他们呢 众人回坐继续吃饭 可刚坐下 又有一队人马 停在了烤肉馆门口 这次人数众多 似乎是约了什么人 在烤肉馆碰面 这帮人都穿着黑袍 为首一个脑门上 带着一顶金冠 看着像是个道士 不过又不是正宗道士 跟那几个凶僧一样 不伦不类 白玉堂看了一眼 突然想到点什么 这一群估计是牛棉山的道士 牛棉山 当年拐卖妇儒 被红仪烧到那个道观 嗯 应该是 正说话间 另一头又来了一队人马 穿什么款式的都有 都带着兵刃 跟那帮道士打招呼 看来是认识的 约好了会面 那一群人怎么都没鼻子 还满身烧伤啊 这几个是马贼啊 西域十大逃犯 我想起来了 红仪和小货叔 有一年啊 去西域办点事 路过一个镇 有群马贼呢 正在洗劫小镇 烧杀抢掠呢 小货叔都没来机动手 红仪削了他们的鼻子 然后放火烧了他们满地滚 这几个马贼十分可恶 原本最善用的手段 就是装成迷路的旅人 到一些村落求救 还说他们有同伴迷路了 村里的青壮年会好心 去帮他们寻找迷路的同伴 他们就趁机洗劫 不过 红仪给他们留的标志 太明显了 因此 他们后来就没法再用同一招了 反而是走到哪儿 都得被人打个半死 没想到能活到现在 真是祸害一千年 太可恶了 却不能放过他们 也就一到今天为止了 展昭用鸡翅膀的骨头指了指大门口 那群人会合之后 似乎也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详谈 但是烤肉馆里已经刻满了 就准备换地方 可他们还没走 就听有个声音问他们 进去吃烤肉吗 众人一转头 二楼的人也顺着展昭用鸡骨头指着的方向看去 就见在那一群人的外边 站着个小个子的男孩子 那男孩看起来 也就和小梁子差不多年纪 瘦瘦的 穿着一件青布小道袍 身后背着个大葫芦 看着好像是个酒葫芦 那男孩脸圆得跟小四子差不多 两边腮帮子还红扑扑的 不过不像小四子是大眼睛 而是长了一双小豆眼 还有小豆眉 小鼻子再加上小嘴 看起来有些滑稽 不过也异常可爱 小四子扒着栏杆 看了一眼 就开心招手 小葫芦 你怎么管人家叫小葫芦 他可跟天尊一样大年纪呢 公尊蹲下去抱小四子 那小孩扬起脸 也看到小四子了 笑得小眼睛眯成两条缝 对着小四子招手啊招手 楼下两帮九娘的仇人盯着眼前的小孩发呆 这位是谁 魔宫十大高手之一 九王薛进 薛进对小四子招完了手 低下头 对着门口众人指了指门礼 进去烤肉吗 我请 你们出肉 你给我进去吧 其人一惊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薛进将他们都踹进了烤肉馆 然后顺手一关门 从身背后取下葫芦 打开盖子 喝了一口 撇嘴 敢寻我甘闺女汇钱 薛进说完 又对里头打得正热闹的魔宫老头老太吆喝 喂 留下汇钱 丢出来 打死了不吉利 妈 红仪多少甘爹甘娘啊 打来个吧 薛进话刚说完 门一开 那群人被丢了出来 几人抱着头嗷嗷叫直奔川菜馆 展昭等人目送他们慌不择路 冲进川菜馆 叹气 那里头可有他们的娘和外公等着呢 这时啊 就见对面涮锅馆的门一关 众人好像听到黄月琳吆喝 别打死了 打死了不吉利 一盏茶功夫后 涮锅馆的门一开 五个挨了第二次胖揍的凶僧跑了出来 直奔川菜馆 那群盗者和马贼 正好从川菜馆二楼被扔了出来 直奔火锅馆 与此同时 九娘和病书生的第三波仇家 抵达了烤肉馆的门口 在门口溜达消食的九头奶奶 将人扔进了烤肉馆内 另外被揍糊涂了的那五个和尚 又跑回来了 展昭等人在二楼瞧着仇家越来越多 集体在烤肉馆 川菜馆和涮锅馆之间奔走 苏州府的路人也觉得纳闷 这帮人怎么回事 鼻青脸肿的跑来跑去 这一天 展昭他们没去找私奔的九娘和吴一货 而是去苏州府品尝了各种美食 并且在各大酒楼饭馆 收拾了自投罗网的仇家们 傍晚的时候 夕阳西下 吃饱了的众人 浩浩荡荡回武庄 包大人觉得 应该感谢一下魔公 今天至少抓了上百个朝廷侵犯 走上一座小桥 展昭看着波光灵灵的湖面 突然有些想念九娘和吴一货 不知他俩现在在哪了 正这时 就听到小四子突然喊了一声 红一哥霍霍 众人都一愣 就见小四子坐在小五背上 指着远处的湖面 顺着小四子手指的方向望去 就见远处青山碧水间 一艘小画仿正远行 船尾坐着两个人 虽然隔得很远 但还是能看出 正是吴一货和红九娘 此时两人坐在船尾 吴一货一身青山 潇洒飘逸 手里拿着根冻枭 正轻轻地晃着枭上的 一个挂坠 九娘一身红衣如嫁衣 靠着吴一货肩头 一手挽着她胳膊 两人都低着头 似乎是在聊着什么 虽然隔得太远 看不清表情 但总觉得此时 他俩应该是嘴角带笑 眼角也带笑 小船慢悠悠渐行渐远 一颗岸边的垂柳 挡住了众人的视线 此时 苏州府的路人都觉得奇怪 就见附近岸边桥上好多人 奇形怪状地打扮 奇形怪状地长相 有的好看的不像话 有的难看的不像话 不过很容易就能判断出 他们应该是一起的 因为此时众人神情举止都相同 傻乎乎望着远处的探出岸边的一颗垂柳 笑得心满意足 魔宫众人回到武庄之后 就开始喝酒庆祝 放礼花半喜事 宾客们被灌了个鸣鼎大醉 等众人醒过来 已经三天之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